人口這麼大的翻轉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院長 我們現在是用1970年的腦袋在處理 治安的問題 還是用2040年的腦袋在處理 院長你是壯世代的楷模 你在65歲的時候擔任副總統 72歲接任行政院長 通常這個年紀 在我們國人的習慣裡面 就是應該是要退休了 但是你積極的展開第三人生 這是做一點犯 院長你個人是用2040年的腦袋 在奮戰你的人生 你的部會是用1970年代的腦袋 在制定我們的政策 現在政府對人口是一個破碎的思維 沒有一個根本的解決到這個生態 交通部把75歲視為危險分子 院長你不要當危險分子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注意到 在前面有六次的這個國事論壇 我都在談壯世代 你有聽到嗎 有 那為什麼要談六次 因為很重要 但是可不可以請院長稍微簡單介紹一下壯世代是什麼 如果你離久就不用再重講 我想這時代是教科文協會的倡議 說50到70歲的具有活力的 還有積極性的人 這一個世代應該稱為壯世代 因為他們從個人的覺醒 還有企業參與跟政府政策思維的改變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考慮到這些壯世代應該對社會還是有所貢獻 好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 很認真聽這個課程 那這個希望我們接下來的談話 就有有助於福國利民 就是不要瞎扯 那是很認真的一場對話 很認真的準備 那院長有看到今天的頭條新聞嗎 有 額涅案 這個打成這個世紀大混戰 昨天這個國會也炒成一團 然後這個總統啦 市長啦 幾乎所有的部門最後呢是社工被戴上手銬 然後呢這個炒成一團 那這個薛部長呢 昨天呢終於說出實話 說這個社安王有 有缺陷 那講出的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不是都是各方面追究責任 單力責任的問題 那這個可以看得出 我們的政府啊 就是大家在處理事情 都是表面功夫啦 那這個實質的病灶在哪裡 可以請問院長 好 社工問題病灶 我想這個社安王的這一個事件 內核事件的話呢 實際上地方政府還有這個民間的委託機構以及呢 這個中央政府呢 通通需要齁一起來合作 才能夠使整個社安王能夠很健全 那我們也不可能只有這一個政府來來照顧需要跟民間一起合作 中央跟地方要合作 院長這個深度還不夠 在根本的深度就是這張圖表 人口結構是不是 人口台灣人口 結構大翻轉 齁 這裡這張表兩邊一個是1970年一個是2040年 大概在2010年齁 往前30年齁 就是1970年那個樣態齁 院長看到這裡齁 當時國人年齡中位數是19.3歲 往後到2040年 往後30年就2040年 台灣的中位數是52.4歲 落差有多大 從19到54歲 我們的幼年人口 在1970年是39.7 那接下來會是10.2 這個人口這麼大的翻轉齁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院長 那個我們現在是用1970年的腦袋在處理這些社安的問題 還是用2040年的腦袋在處理 我想我們現在在處理的話 是用2024年的腦袋在處理 我們確實在政府在施政的時候 都有考慮到整個人口結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對少子化 有少子化的一個對策 我們也知道有老人長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長照的對策 我們也知道年輕人是三明治族群 所以這三明治族群 院長這個是一個破碎 對 現在政府對人口是一個破碎的思維 沒有一個根本的解決到這個生態 所以呢 為什麼要推動壯世代 是指台灣人口大翻轉 整個未來的社會 剛才是正三角形 未來會變倒三角形 這核起大的結構性的轉變 但是我們現在是破碎 沒有整體的策略 院長這個 你是壯世代的楷模 你在65歲的時候擔任副總統 那這一個72歲接任行政院長 通常這個年紀 在我們的國人的習慣裡面 就是應該是要退休了 但是你積極地展開第三人生 這是作為典範 所以院長你是個人是用2040年的腦袋 在奮戰你的人生 但是我們看這個 你的部會是用1975年代的腦袋在制定我們的政策 我們看這裡 院長你看到 這個中高齡就業促進法當中 定45歲 就是中高齡 夠不夠離譜啊 40歲 如果出國念書回來都快40歲了 工作沒幾年就已經要代退了 這是我們的政府制度 老人福利法制定65歲就是老人 高齡科技都是養生養病 交通部把75歲視為危險分子 院長你不要當危險分子 要取消他的駕照 重新考照 要重新考照 教育部 中生學習師預算是3.4億 服務的對象是600萬60萬 平均一個人一年的預算是57元台幣 數位部 數位落差 不在偏鄉 而在台北市 我們的高齡者數位落差達到60% 企業針對65歲以上所投放的廣告 只占到他行銷費用的5% 完全放棄這個市場 消息會調查 有80%50歲以上的人在消費過程當中 感受到被歧視 在投資方面 65歲以上如果你要買個保單 你要做一些投資金融的商品 你會受到限制重重 請問這是用什麼腦袋在制定制度 院長你底下的各個部會 是不是 這一些你滿意嗎 這個齁實際上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呢 就有修正這個高齡社會白皮書啦 那我 對 委員你這裡 你的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裡面齁 我們有些檢討 當然需要還有再改進的地方 但是委員你講的很對 大家都高齡化 而且呢 大家健康狀況又很好 那怎麼樣使得這一些人 能夠撞世代 那個不只是各部會 這是去年齁 行政院所提出的超高齡社會對策 臺灣2020 明年就進入超高齡社會 被市委國安問題 但是完全現在 看起來齁 比兩岸這個的應戰能力還更差齁 這個的大綱啦 這個對策的大綱 我列舉出來齁 那這個應該是對高齡者所提出的服務嘛 應該也蠻適用 這個院長 你現在實用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些項目當中 有哪些是你所需要的 讓你看起來會感到動興的 你所需求的 院長有沒有 我想 以我現在的狀況 你拿一下 以我現在的狀況 可能我都 還不是太需要了 不太需要對不對 那你行政院制定這個是給誰用的 我想 因為社會上高齡的人 有不同的健康狀況 有不同的人對不對 但是你們規定的 你們制定的是給國人 臺灣進入超高齡社會 整個的社會未來 這個是占一般人口耶 那這些人 院長你自己都覺得不需要的 那你 你給誰用來 我們看 好 今年呢 我們的社會預算已經到了八千億了 但是呢 其實只照顧15%的這些 需要被輔助的人 所以這也佔我們預算的最高的項目 已經佔到28% 比國王預算還要高 那 這個還只能照顧15% 其他85%的人是自生自媚啊 政府沒有政策 那這個所以人口的快速的成長 院長請問你認為未來的社福預算要多少才夠用 好 我覺得未來的社福預算呢 就要看 這一個整個高齡者還有幼兒 這兩塊 如果高齡者的健康狀況 還有就業者 還有他們的需求 那個 接下來我要談解方了 所以我請那個 我們金管會的那個 黃 黃主委 金管會被選 現在我們請這個黃主委 先暫停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主委好 委員好 是 好 這一個喔 剛才提到了啦 困境啦 包括 薛部長所提的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有破洞 那最主要原因就在於 我們所看到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八百萬的壯士袋 那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有三種類型的人 事實上我們都 把他 有些可以鼓勵他消費 他很有資產 很有限 有些人 有資產 但是他這個被凍結 有些他需要解放他的勞動力 但是我們政府對這三部分呢 幾乎都不重視 只在做這個社會安全網 所以你是撐不住的喔 所以你是撐不住的喔 來 我要請那個 那個 來回答喔 我們的黃主委喔 現在喔 壯世代 喔 資本市場掌握三分之二台灣的財富喔 但是我們的印象當中 這群人是又貧又窮又困又弱 請問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如何來活化他們的財富 現在的65歲應該是嬰兒潮時代 所以在當年台灣經濟發展 他們的努力累積了相當的財富 是 好 OK 這個 我要這個 接下來 其實要有積極的方法啦 剛才談的 要體系不是哪裡痛哪裡治 這個 其實在綠色金融這一塊 金管會做得非常的好 必須給予肯定 很用心 而且改變的生態 很有策略 很有方法 那高齡社會來臨喔 這個也不是 頭痛一頭 腳痛一頭 這個是一個體制 包括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制定 這個必須要有整個影響 高齡社會的一個金融戰略 那這裡呢 有 其實我也按照這個金融 綠色金融這裡 有兩項 提出壯世代的金融行動方案 還有上市會公司的 高齡社會永續發展的路徑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這個 好 第一個請這個黃主委 可以是不是 可以比照這個綠色金融 來做這種金融行動方案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做呢 有沒有困難 如果以金管會本身的權責 我們本來就對高齡化社會 有幾個面向 維護權益 提供商品 然後加強教育 跟永公平的評鑑 那您所指示的上市會公司 現在在永續報告書 公司治理評鑑上都有 那我可以參照委員的意見 我們再強化這些內容 包括上市會公司 他在IPO的時期 也許多多要求他一些 對於這個壯世代的規範 針對這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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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院長可不可以有一個具體的承諾 針對這兩項 這個其實金管會 在綠色金融這一塊 針對這兩項的政策 都已經有非常成熟的作業辦法了 是不是可以設定一個高齡社會的這個金融 活化他們的資產 來發展我們的長壽經濟 這一點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想這個是滿好的建議 對於壯世代怎麼樣對社會還有貢獻 然後讓他的生命更有意義 更有價值 我想我們會請相關的部會 跟我們金管會一起 吸索合作 就這個鑽石帶金融行動方案 還有善事會公司的高齡社會永續這個報告 我們會請我們金管會這邊來做演議 所以院長可以這個責成這個金管會 還有這兩項當中 是不是可以提出 這個因為也會涉及到其他部會 包括像勞動部 會向到經濟部的商品的設計 因為工業院我也去拜會過 他們都在做銀髮族的商品 養生養兵養牢 其實這個是全面性的問題 包括教育部都有問題 包括每一個部會都有問題 國科會所設計的 高齡科技也都是有問題 那這需要落實到一些策略上面 院長是不是可以 我們會從這個角度來努力之外呢 委員剛才也講到這個高齡社會的白皮書 我們這個白皮書未來呢 要調整 要叫做相關的調整 對 因為人設錯誤啦 我們現在都把它視為 這群人都是又兵又窮的銀髮族啦 是不是可以翻轉成為壯士帶 讓他積極的展開他精彩的第三人生 因為這些人還有三十年啦 不是油山搬水 那個韓李弄孫可以解決問題的啦 這個我完全同意 那個院長 這個有七百三十四萬的壯士帶齁 在看我們的對話 因為大家都非常期待 這是一個時代的大翻轉 這個部會是做不到的 這需要有國家的領導人的決心 不然如果都敷衍 這個結構性是沒辦法變化 其實各部會我都跟他們拜會過的 其實大家都非常認同這樣的觀念 但是大家都一句話 沒辦法啊 政府 國家現在目前的法律制度 也就是領導人都是這樣子啊 然後大家都把它當作插花的政策 每一個都有一點高齡的東西啦 但是都擺在那邊好看的啦 都沒有成為核心政策 但是一邊又說這是國安問題啦 沒有決心 所以院長 這個520當中 520之後你說你不虛任 那我們今天談了談話 是如何能夠承諾 執政黨會延續你現在講的話嗎 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我會把委員的這個期待齁 讓新的內閣呢 也能夠有所了解 我們讓內閣的這個交接呢 能夠無縫接軌 那是代表執政黨的承諾 是不是